非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在德班举行第22届礼坚式联席会议 会议当天也特别安排了一日游活动 让与会台商和郡署们游览市区的一处鸟园 也去参观2010年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场地 这让大家在参加会议的行程之外 也增添许多美好回忆 在总会里市林市能带对下参与非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22届礼坚式联席会议的台商及郡署们搭乘游览车 抵达德班市区的旅游景点Ugeny River Bird Park 在导览人员的解说下 大家观赏许多受保育的鸟类 有大鹦鹉 食蛇鸟 还有大乌鸦 尤其是这只大乌鸦在经过训练后 成为负责不扣的环保兼兵 让在场人士泽泽成奇 随后大伙也悠闲地在鸟园里漫步 小朋友们看到大嘴鸟更是开心得不得了 而南非大红色也非常吸引众人目光 这间飞禽公园也显示出 南非政府对于鸟类保育不遗余力 对生态环境也非常重视 随后一星人再前往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场地进行参观 球场上方有一座贯通东西向高架桥 看上去像一道亮丽的彩虹 也像一个篮子 这座可以容纳7万人观看比赛的场地 在导览人员解说下 所有人不难感受到六年前的盛况 在非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二十二届总会长温兰朱贴心安排下 台商与眷属们趁着参加里建市联席会议的机会 进行一日游的市区游览 增添许多美好回忆 也更认识南非这个神秘的国度 台湾红电视苏展庆 南非德班采访报道